刚才我李三兄弟又来帮忙收拾了,收拾那个牛啊,又给他上上药 看,我一说话,这这出热气啊 天太冷了,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这一说话都是冒热气 然后我兄弟他们正好也回来干活了 把这些牛吃剩的那个爆米杆子,根儿那个,给他拉出去啊 清理清理牛圈那块 天太冷了这天天 他得整两趟呢 尝尝这帮牛 现在给牛上来炒掉啊 上来炒掉 上来炒掉 看我媳妇眼睫毛都成白的了 全是爽啊 成白也没大颜了 这又一天的工作忙完了 现在又要快黑天了 其实冬天天过得可快可快了呢 因为白天天短 干着干着活就过去了这一天 干着干着活就过去了一天 非常非常快啊 就是太冷了 冷得让人家难熬啊 这鸭子鹅还在那雪地里游泳呢 还在那游起来没完了呢 一会儿黑天她自己就知道进卷了就 来看看呀 装柴花 好 我媳妇在这批半子 批点小碎半子也没死啊 就是生火了盖晚上了天冷了 哎呀这家扶子石挺溜的 外边零下三四十度 屋里零上二十多度 温度二十一最底下那个是温度啊 温度二十一 你就说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温差多大吧 相差五六十度啊 哎呦我这镜头都哗了看了吧 进入这个手机缓霜了 我得蹭个镜头啊 好了吧擦一擦镜头就好了 因为从室外一进到室内的话 它温度温差太大到屋里太暖和 然后这个镜头上就起霜起一层那个雾 呃所以说就不清晰了 像有有些那个戴眼镜呢 呃从室外进屋的话到屋里边那个眼镜就就全是霜 啥也看不着了进屋就得把眼镜的霜里得换一换 就摘来换一换的 好了朋友们 呃咱们这个冬天也没有啥 太多的给朋友们分享的 只能说分享分享我这个平常的日常 呃咱们日常的也就是说 今年我这会养点牛 也就是四五四五牛 呃熟熟熟牛圈啥的 然后再接再就是在家里 呃有时候朋友们要货给他们发发货 再就是干点家里乳啥的 反正是 呃咱们也今年也 出不了户外捕鱼 因为黑龙江这边 呃因为疫情影响黑龙江边边边境这块不让捕鱼 所以说也没法捕鱼 呃跑山嘛山里边现在冬天雪最后的也没啥可采的东西 也只能说采点白净枝上的 但是雪现在山里边也不好走 呃天也是特别冷 所以说就等到开春暖和点的时候 过暗年暖和点然后咱们再跑山去 好朋友们呃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啊 谢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 下期见朋友们再见再见 有没有 咱们这期再见